欢迎来到我们社会社媒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新闻真是五花八门 首先我们要聊聊 日本社群平台上最近掀起了一场 咖喱酱汁放哪边的大讨论 这是由日本防卫省海上自卫队发起的投票 结果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争论 甚至形成了左边派和右边派两个阵营 大家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真是热闹非凡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美国芝加哥的一起入室窃案 一位男屋主在发现家中有窃贼后 竟然抄起平底锅追打窃贼 整个过程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分享到社群平台后迅速走红 网友们纷纷称赞他的勇气和幽默感 最后我们来看看上海街头发生的一幕 一名大老婆当街报答小三 原因竟是老公到处睡女人 但大老婆却只打了小三一人 这段视频在微博上疯传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自由时报报道 日本防卫省海上自卫队 在社交平台上发起了一场 关于大理酱汁应该放在饭的哪一边的讨论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争论 这场投票提供了四个选项 右边 左边全部淋上去以及分装 最终右边以48.5%的得票率获得第一 而分装则仅有2.2%的支持 网友们的讨论极其激烈 有人认为放左边会滴到饭上 也有人表示左边右边不是都一样吗 还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独特吃法 比如饭放左边淋酱 用白饭包住酱汁 盘子就会很好洗 这场关于咖喱酱汁的讨论 不仅展现了日本民众的幽默感 也凸显了他们对饮食习惯的重视和多样性 同样来自自由时报的报道 美国芝加哥发生了一起入室窃案 男屋主威廉斯在下班回家时 发现家中有窃贼闯入 为了自保 他迅速抄起桌上的平底锅 开始追打窃贼 监视器画面显示 威廉斯手持平底锅一路追打窃贼 直至警方赶到现场将其逮捕 威廉斯表示 当时他在家中安全警报响起后 第一时间选择了应战 而不是逃跑 他的这段勇敢行为 被上传到社交平台后 吸引了3313万人的关注和点赞 许多网友称赞他的勇气和机智 甚至有人幽默地建议他 养一只熬犬来防范未来的入侵者 威廉斯也借此事件爆红 并表示 窃贼欠他一个新的平底锅 因为旧的已经被打凹了 在社交媒体上 上海市发生了一起 大老婆当街暴打小三的事件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视频显示 这名大老婆在街头压制小三的同时 口中不断爆料其老公到处睡女人 但唯独小三被打 因为他出言不逊 大老婆透露 虽然他和老公没有正式结婚 但他们育有一个5岁的孩子 他愤怒地告诉小三 老公不仅睡了足疗店的女人 还睡了开保时节的女人 以及微信聊天的女人 但只有小三敢对他不敬 小三起初不相信大老婆的身份 但大老婆一再强调 自己是孩子的母亲和老公的妻子 此事件在微博上疯传 网友们对大老婆的强硬态度 和小三的反应议论纷纷 乔报 法拉圣20日晚间 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 两名西语一男子 在邦恩街向一名57岁的华裔男子讨要香烟 被拒绝后恼羞成怒 竟然对其大打出手 受害者被打得头破血流 全缩在地上 目击者称 两名嫌疑人不仅咬伤了受害者的手指 还用啤酒瓶砸伤了他 在警方赶到之前 嫌疑人已经逃离现场 受害者被送往皇后区长老医院 情况稳定 同一天 法拉圣加德堡停车场 也发生了一起持刀抢劫案件 警方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索 社交媒体 为了防止儿子沉迷网络 法国一位父亲 竟然使用信号干扰器 导致整个街区的网络瘫痪 这位来自科多尔省梅桑热镇的男子 每天午夜到凌晨三时 开启干扰器 结果周边居民的手机 和WiFi信号全部中断 电信公司和国家频谱管理机构 经过调查 最终发现了干扰源 男子坦诚自己 只是为了阻止孩子上网 没有恶意 然而 根据法国法律 私自使用多频段信号干扰器 是违法的 这位父亲可能面临诉讼和罚款 这一事件引发了 关于青少年网络使用的讨论 家长们各有看法 社交媒体 美国男子哈钦森在去年4月28日 与爱人米勒举行婚礼 不幸的是 当晚米勒在穿着婚纱的情况下 被酒驾女司机撞死 哈钦森随后控告 向肇事者提供酒精饮品的商家 最终获得了863,300美元的和解金 肇事司机科莫罗斯基 在速线40公里的道路上 以104公里的时速行驶 导致高尔夫球车被撞毁 哈钦森虽然幸存 但也受了重伤 诉讼指控多家酒吧和租车公司 最终哈钦森获得了130万美元和解金 但扣除律师费和诉讼费后 实际得到的金额为863,300美元 肇事司机目前已交保在外 等待法院审理 社交媒体 一名女子近日手持身份证拍片 实名举报辽宁张武县圣经寺 住持包长江片色 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视频中 女子透露自己19岁 起因母亲车祸去世 而频繁前往圣经寺 寻求心灵慰藉 在此期间 包长江利用她的脆弱心态 以虚假承诺声称 只要与她发生性关系 不仅能让她成佛 连已故的母亲也能得到超度 女子称 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年 直到自己23岁才醒悟 并决定公开揭露包长江的行为 包长江是拥有200万微博粉丝的网红住持 在举报视频流传后 其社交账号已被注销 对此 张武县民宗局工作人员回应称 女子所述不属实 已经报警 网民对此事件表达了不同看法 有人质疑官方结论的真实性 有人则对女子的举报表示同情 社交媒体 河南省夜县 一家牛肉厂的八名女工 因冷藏车内干冰泄漏 导致窒息死亡 6月15日早晨 八名女工骑着电动车 赶到洪庄阳镇的一个加油站附近集合 等待厂里的车来接她们去上班 当天厂里比较忙 八名女工加班干活到晚上10点 坐厂里安排的冷藏车回洪庄阳镇 20分钟车程后 司机发现8名女工已经全都昏迷 最终无意幸免 冷藏车内用于牛肉保鲜的干冰泄漏 大量二氧化碳迅速挤满了密闭空间 导致悲剧发生 事件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和质疑 许多人认为冷藏车载人是基本常识 质疑为何不坐公交或打低事 然而 这些女工或许是因为小地方生存不易 没有更多选择 只能心存侥幸 与此同时 福建红博股份尤士家族通过不断套现 总计超过20亿 将公司烂摊子甩给17万散户股民 令人愤怒和无奈 社交媒体 现代汽车集团 在乔治亚州布莱恩县的全新MetaPlant工厂宣布 其生产的第一款量产车款 将是2025年现代IONIC5电动修旅车 亨美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开始量产IONIC5 除了IONIC5N之外的所有车型配置都将在此生产 亨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Oskar Krohn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工厂正处于施工的最后阶段 为生产2025年IONIC5做好准备 IONIC5在美国屡获殊荣 销售量也证明了其受欢迎程度 现代汽车集团将投资75.9亿美元开发AMMA 这将创造8500个就业机会 此外 现代汽车和SK-ON正在乔治亚州巴托县 建造一座价值50亿美元的电动车电池工厂 将雇用3500位员工 根据汽车研究中心的报告 现代汽车在乔治亚州的投资 预计将创造4万个就业岗位 每年创造46亿美元的个人收入 MMA将成为一个智能制造工厂 所有生产流程将利用人工智能与数据进行最优化 创造以人为本的工作环境 瑞士刑事法院周五对亿万富翁 亨都J家族的4名成员做出有罪判决 判处他们4-4年半的监禁 罪名是剥削脆弱的家政工人 这4人包括79岁的大亨普拉卡什 新度假及其妻子卡麦勒 儿子Audrey和儿媳南拉托 法院认定他们非法没收工人的护照 禁止外出 并强迫每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 受害者大多是不识字的印度人 工资以印度卢比结算 存入他们难以访问的国内银行账户 家族业务经理纳吉布 齐阿兹也被判处18个月缓刑 尽管辩护律师表示将提起上诉 但法院明确指出被告犯有剥削工人和提供未经授权的就业岗位的罪行 工人们描述了在Kamall-Handuja营造的恐惧气氛中长时间工作 甚至在招待会上也要工作到深夜 居住环境恶劣 34岁的卢卡斯·麦克利时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尔德克里克 他在圣克鲁斯山脉徒步时意外迷路 度过了长达10天的艰难求生 麦克利时在没有携带任何装备的情况下 仅凭一个手电筒和一把折叠剪刀 在山林中艰难求生 他依赖吸水补充水分 并靠收集野生浆果维持生命 甚至面对美洲师的跟随 最终 麦克利时在峡谷底部被搜救人员发现并获救 尽管他的家人已经向当地治安官办公室报告了失踪 并发动了大规模搜救行动 麦克利时凭借智慧和坚韧在荒野中生存了约10天 他的经历引起了广泛关注 消防局局长马克 宾厄姆对他的足智多谋赞不绝口 麦克利时的母亲戴安 感谢搜救人员和社区居民的支持 这次经历让麦克利时与家人更加珍惜彼此 也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美国德克萨斯小姐的选美舞台上 71岁的玛丽莎 泰霍成为了历史上最年长的参赛者 她的勇敢参赛为选美界注入了一股清流 泰霍在Instagram上分享了参赛感受 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 激励更多女性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无论年龄大小 都要相信自己的美丽 德克萨斯小姐选美比赛于周五 在休斯顿波斯特像树西尔顿酒店拉开帷幕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即将上演 与此同时 环球小姐组织近期也面临一些争议 前任美国小姐沃格特辞职 并指责选美比赛的首席执行官莱拉·罗斯 创造了有毒的工作环境 尽管面临挑战 太后的参赛为选美界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激励更多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社交媒体报道 沙特朝禁期间的死亡朝令人心痛 今年的朝禁活动中 超过1300名朝圣者在极端高温下丧生 主要原因是热映机和非法旅行 沙特政府透露 83%的死者未获授权进行朝禁 他们在阳光下长途跋涉 缺乏适当的住所和舒适环境 特别是卖家的气温飙升至52摄氏度 加剧了这一问题 非法朝圣者通常不会乘坐配备空调和食物供应的旅游巴士 导致他们在高温下暴露更长时间 埃及政府也在打击非法朝圣行为 吊销了16家旅游公司的执照 并将这些公司的经理移交检察官 埃及官方死亡人数为31人 但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500至600人 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朝圣者艾哈迈德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惨状 许多朝圣者因高温失去知觉 甚至死亡 沙特政府目前已确认所有死者的身份 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纪念和死亡证明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咸阳融创愈合陈院小区的一名保安池板砖追打业主 引发了广泛关注 视频中 这名保安捡起地面板砖拍向回家业主 事件发生后 涉事人员已被停职 荣立愈合物业服务中心向当事人及全体业主致歉 并成立专门调查小组配合警方调查 以确保还原事实真相 咸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金华路派出所的值班民警表示 目前不便接受采访 物业服务中心在小区业主群里发了一份告知书 表示将对涉事人员及其直属管理上级给予停职处理 并全力配合调查 事件的具体起因和经过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社交媒体上 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讨论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的火爆 许多机构开出上万元的咨询报价 家长们纷纷趋之若鹜 然而这些服务真的能帮考生规划好未来吗 一些考生家庭为了买个安心花钱找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但最终发现机构的服务并不是救命稻草 最终要做决定的还是自己 有人后悔付费填报志愿 也有人遗憾没花这个钱 面对高考志愿填报这个重要抉择 许多家长和考生陷入了迷茫和焦虑 机构利用各种套路话术 甚至AI也加入了这场乱战 然而资深高考志愿填报老师和教育专家提醒 家长和考生应理性看待志愿填报服务 不要轻易被忽悠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 今年首次推出了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 免费向考生开放 帮助他们进行专业倾向和心理测评 专家建议学校加强生涯教育 家长理性选择志愿填报服务 监管部门加强对相关机构的监管 确保行业的专业性 南斗记者报道了一位男子从深圳出发 跨省前往江西瑞金 见女网友的离奇经历 男子供某某一路上不断盗窃电动车 最终骑行至瑞金市 然而 见面未果的他心情沮丧 决定通过盗窃高价值物品来让自己坐牢 龚某某接连盗窃了摩托车和两辆越野车 甚至还偷了一条中华烟 最终 瑞金法院认定 龚某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小红书上的一篇帖子 揭示了一名25岁中国游客 在马来西亚沙巴首府亚币附近的 东姑阿多拉曼国家公园 马目抵倒潜水时不幸溺水身亡的悲剧 据当地媒体报道 事件发生在6月22日下午2点20分左右 遇难者与一名潜水教练及其他游客一起潜水 尽管救生员迅速将其带到海滩 并进行心肺复苏 但未能挽回其生命 警方调查后未发现违规行为 初步认为死者是在潜水时溺水身亡 岛上天气不佳 能见度差 可能是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 集目新闻报道 备受关注的高考丁字户梁石在第28次高考中 依旧未能如愿 总分446分 比四川文科本科第二批分数线457分 差11分 梁石心情沉重 直言心情烂透了 他表示 如果有学校愿意录取他 他会选择上大学 但对于明年是否继续参加高考 他还在考虑 梁石自1983年起连续参加高考 至今已28次均未成功进入本科 去年他的总分为424分 今年虽有所提升 但仍未达到本科线 封面新闻报道 四川达州中学的理科考生罗松 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713分的优异成绩 其中物理和化学两门科目均为满分 6月23日晚 罗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虽然他平时在学校的成绩 常年保持在前两名 但这个高考分数还是给了他一些小惊喜 因为他原本估分在690分左右 罗松的父亲罗张俊 专程从老家马柳镇赶到城里 陪孩子一起查成绩 并对这个好成绩表示满意和高兴 罗松的母亲由于在老家有事 未能亲自到场 只能通过电话分享这份喜悦 据罗张俊介绍 罗松从初中到高中6年 都在达州中学学习 平时住校 周末才回家 孩子的成绩离不开学校 和老师多年的辛苦教育 罗松平时成绩基本都在前两名 他最大的学习经验是喜欢逃根问底 研究问题背后的问题 同时善于归纳总结知识 罗张俊认为 孩子能取得好成绩 还与他积累了大量的课外知识有关 高考后 罗松一直在研究强击计划 接下来要仔细考虑选什么专业 罗松表示 专业选择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爱好 和擅长的方面来进行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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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